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海波给罗国坚把了个脉 他仔细一揣摩 眉头不由微微一皱 假装是沉吟思索 却不着痕迹地冲曾义使了个眼色 曾义笑着点点头 意思是师兄你没有把错 这家伙就是这个病 赵海波便清了清嗓子 放开罗国坚的手 罗总最近是不是经常感觉腰酸背痛 耳鸣目眩 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失眠多汗 罗国坚就在大腿上拍了一下 哎呀 少院长你可真是神医呀 说的完全对 你是不知道啊 我这两个月每次睡觉起来 身子下面的床都是湿的 在湿路子上睡觉 起来就感觉跟没睡一样 太累了 赵海波就点了点头 嗯 记性也不如以前了 尤其是喝完酒之后会有失忆的现象 罗国坚一把扯住了赵海波的胳膊 神了 神了 少院长你可真是神了 我最近的脑子真是越来越不管用了 远的不说 大年初一晚上我去喝酒 早上醒来一看 包里的几万块钱没了 我还以为遭了贼呢 结果朋友说是我当小费发给那些 那些服务生了 我可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他哥哥罗国坚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提示罗国坚说话注意点 别什么都往外讲 不然捅出娄子来 再说了 人家不管说什么你都说神 你长点脑子好不好 喝多的人失忆断片子很正常嘛 还好罗国坚脑子也转得快 尴尬的笑了笑说 少院长 你接着说 你说 就听少海波说的 另外就是有很严重的口腔溃疡 持续不断 比较不容易好 罗国坚的眼睛可就瞪大了 拉开手包 从里面拿出两盒消炎药 哎呀 我现在随身都带着消炎药啊 只要发觉不对劲 就赶紧吃药 要不然嘴里就烂了 这一下 连罗国坚也想不明白 罗国坚确实有顽固性口腔的毛病 怎么都治不好 可今天又没有发作 少海波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少海波笑了笑说道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这不是什么大毛病 罗总放心吧 然后他又隐晦地提醒道 不过以后可得要有所节制了呀 酒这个东西能少喝就少喝 能不喝就不喝 否则你这个情况还得持续下去 说到这儿 少海波扭头看着曾毅又说 曾毅啊 你也诊一下 如果没有别的看法 就给罗总开个方子 好好的调理一下 罗国坚很纳闷 少海波你还没说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呢 怎么就开方子了 罗国坚赶紧伸手 在弟弟的肩膀上拍了两下 上前说道 太感谢少院长了 他是听明白了 少海波这是在暗指 自家弟弟的这些毛病 都是由酒色无度引起的 只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少海波给自己留了个面子 没有明说 当下他笑着说 少院长果然是医术不凡 症状都给说中了 回头就让国坚按照你的方子把药吃上 相信肯定会药到病除的 罗国坚见大哥拦着自己 也就没再多问 跟着附和道 谢谢少院长了 曾毅诊了一下脉 我的看法和师兄一样 少海波就说 那就开个方子吧 他可以诊断 但开方的事儿 还是交给曾毅更稳妥 曾毅掏出纸笔 坐下来开始写方子 就是很常见的 肾气丸的组合 其实刚才罗国坚 在他身边一坐下 曾毅还没看到 罗国坚长什么样子 只是一听声音 就知道罗国坚 是怎么回事了 那罗国坚的这些病 能不能治呢 能治 开个方子 吃上几副就能见效 而且方子也是现成的 但能不能治好呢 曾毅认为是治不好的 至少以罗国坚目前的 这种状态 曾毅是治不好的 孔子曾说 实色性也 宋朝的少庸也讲过 财能使人贪 色能使人士 明能使人金 士能使人医 四般既都去 起在尘世中 由此可见 贪财好色追逐权力 这是人的本性 是很难改变的 而医生的药 只能治好 病人身体上的病 却不能改变 病人的本性 就算你现在 告诉罗国坚 你这个病是 酒色无度 光是吃药 没有用 必须节制才行 罗国坚 肯定也不会去听 因为他的病 还没有严重到 那种很厉害的程度 只要他觉得 自己还能行 就一定会奋战下去 于是 医生开的药 就变成了可有可无 好像有效果 又好像没有效果 最后治不好 他还要赖医生的医术 太差劲了 曾毅 以前见过太多 这样的病人 几乎没有一个人 能割舍掉这种诱惑 久而久之 他再碰到这种病人的时候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由着他们去折腾吧 等到他们一点也折腾不动的时候 自然就会回头的 只有躺在床上 立判生死的那个时候 人才会意识到 一旦自己的命没了 再多的女人 再多的钱 再大的权 就都跟你 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那个时候 他才会始至一性 出于这种原因 曾毅才不想跟罗国坚 多做纠缠 再一个 今天的场合也不对 医者出于操守 不能把病人的隐私 公之于众 但以罗国坚的那个悟性 你要是不点破的话 他又不会明白 而一旦点破 所有人就都知道了 不如不讲 只是被罗国强 拿话一顶 曾毅就没办法 不应付一下了 你要是不应付 大家还以为 是你架子太大 见死不救呢 曾毅很快就写好了方子 把监主的方法 也一并写好 然后拿起纸 交给罗国坚 先吃食物看看吧 罗国坚 拿过方子看了看 稍稍皱了皱眉 然后又递给了 邵海波 问道 邵院长 你看这个方子 合适不 邵海波一摆手 不必看了 曾毅的水平 不在我之下 完全切正 尽管放心去吃 罗国坚 左看右看 最后还是把方子 还给了曾毅 哎 曾主任 要不你给我换个方子吧 这一下 邵海波的脸色 不由也变了变 刚开出来 就换方子 这可是医者 最忌讳的一件事 一般来说 如果确诊无误的话 医者就会根据病情 和病人的体质 开出对症的药方 就像是两体裁医一样 而开出的方子 也必然是医者 深思熟虑之后 认为最恰当的 除非是病情 有了新的变化 否则轻易是不会变动的 越是名家 就越是谨慎 罗国坚这样直言要求 曾毅改方子 那就是在质疑 曾毅的水平 曾毅问道 罗总觉得 这个方子不合适 就见着罗国坚摇着头 也不是不合适 我就想请问一下 曾主任 这么一副药 大概能值多少钱 曾毅淡淡的说道 三四块钱一付吧 罗国坚哈哈大笑 像是听了一个大笑话 哈哈太便宜了嘛 一分钱一分货 这么便宜的药 疗效怎么能有保证呢 曾主任 还是给我换个方子吧 多用些贵重的药 他一边说着 还把自己那只金灿灿的大手 有意无意的晃了几晃 罗国坚的脸当时就黑了 他还以为 弟弟是看出药方 有什么不妥呢 原来是尾巴又翘起来了 他当即说 吓胡闹 曾主任既然开出了这个方子 自然就有开这个方子的道理 你不懂就闭嘴 罗国坚 兴兴兴的闭住了嘴 不过他是很不高兴的 要是我自己吃 又不是你吃 难道我还没有一点 挑选药物的权利吗 曾义笑了笑 原来罗总是觉得这个方子太简陋了 无妨 那我就改一改 说着 曾义提起笔 在原来的方子上又加了两行字 攀制松范半定 三阳石一块 水煎符 邵海波有些愣神 这是什么药啊 怎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 难道是什么药材的别称吗 曾义把改好的方子递到罗国坚跟前 罗总 如果上面加上这两位药引的话 疗效更佳 可以说是会立竿见影 只是这两位药非常贵重 极难 罗国坚这才满意 把药方一收 哎 贵重一点怕什么 只要有个价就行 辛苦曾主任了 一会儿我多敬你几杯 曾义笑了笑 把笔收好 罗总太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 那就祝罗总早日康复 罗国强这时候端起杯子 很热情的说道 邵院长 曾主任 真是太感谢了 睡酒一杯 聊表谢意 三个人喝完这杯酒 出去敬酒的白马县领导也回来了 邀请罗国强和邵海波 上台给大家讲几句 这种讲话属于动员性质的 两个人也没有推辞 上去简单讲了几句 表达了一下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祝愿家乡的未来更加美好 并表示会多宣传白马 多出谋划策 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出一份力 随后商界的几位成功人士 也被请上台做了类似的讲话 动员讲话结束 这茶话会就算是基本结束了 有一些人还有别的应酬 就开始离场 白马县的一众领导分别去送 邵海波留下了自己所带来的一万块钱 也起身告辞 孔凡进和王思杰这次可不敢怠慢 亲自把邵海波送到楼下 就听孔凡进说的 邵院长 曾主任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登门向两位求教 共商振兴白马大计 到时候还请两位不吝赐教啊 邵海波说的 赐教可不敢当 白马是我的故乡 如果县里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 我们一定义不容辞 邵海波也不是莽撞的人 这种话也就是场面话 白马县的领导今天肯定要表现出虚心牵拱的态度 但振兴白马这种事 还轮不到由自己来阅阻带袍 自己真要是夸夸其谈 讲什么白马经济方略 怕是最难堪的就是白马县的这些领导们了 你这不是暗指人家无能吗 曾毅之前拒绝孔凡进的恳请 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自己再有本事 也不是在这种场合能展示的 县长王思杰也说 今天这个茶话会匆忙了一些 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多多包涵 曾毅笑着说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联谊活动 通过今天晚上的所见所闻 我觉得咱们这个茶话会办得非常好 极大凝聚了咱们白马人的士气和力量 一年举行一次实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固定的平台 相信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仅能回报家乡也能够共同促进嘛 孔凡进和王思杰相对一看都是眼神发亮 增益的这个说法让他们很受启发 联谊茶话会举行了很多次 效果是一介不如一介 甚至还让一些人都不敢回家过年了 生怕被县里抓了壮丁 就其原因无非是这种茶话会的目的性太明显了 就是要找大家化缘的 大家不来不好 来了更不好 所以就只好退币三舍 如果按照增益的说法 把这茶话会变成一个平台 那这一切可就迎刃而解了 在这个平台上 县里可以及时发布县里的投资动态给在外人士 在外人士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互通有无 共密商机调配资源 这就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而且等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发了财 自然就会回报这个平台了 而不像是现在 是一种单方面的所求 孔凡进的脑子 到底是赚得快一些 当即哈哈笑道 曾主任的这个想法倒是跟我们不谋而合呀 县里早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我们打算扶持在外创业的老乡们 成立一个商会 在这个商会中 大家可以资源共享 共商大计 县里也可以在政策和法规上 给我们的老乡以帮助和指导 帮助大家走出去 其实就是方便大家走回来嘛 王思杰听了孔凡进的话 也是豁然开朗 同时他也不得不赞叹曾义的厉害 之前虽然为了给少海波打抱不平 曾义心中有些不悦 但到了该出主意的时候 曾义也是毫不避讳 他的这个点子绝对是今天晚上 白马县最大的收获了 一马归一马 曾义这个人倒是极有性格呀 曾义见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了 也就说 多谢家乡人民的热情款待 如果有机会的话 务必给我一个回请的机会 孔凡进见曾义松了口 那还不赶紧跟上 一定一定 南云县和白阳高新园区的 经济工作做得非常成功 有机会的话 我准备让大家都去看看 去取经 到时候还要请曾主任多多支持啊 曾义笑道 只要是力所能及 在范围之内 我一定会大力支持 也算是我对家乡人民的一点回报 这个时候 徐立把车子开了过来 看到那车牌 孔凡进和王思杰也是有些吃惊 有道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刚才罗国坚在茶话会上弄出的笑话 他们已经有所耳闻了 只是没想到 罗国坚所说的那辆车 竟然是曾义的座驾 看来人家的南疆混得真是滋润呢 再看看自己 嗨 没发笔啊 送走了曾义和少海波 罗国强也要走了 孔凡进挽留岛 罗处长咱们县中医院的院长 王立纯同志也在茶话会现场 刚才曾义同志不是留了个方子吗 这大过年的 街上的药店也不开门 正好让王院长去把药抓了 也免得多跑冤枉路嘛 罗国强一听也有道理 就点了点头 孔凡进一招手 王立纯就小跑着过来了 罗书记 孔书记 罗国坚此时掏出药方 王院长 麻烦你看看这个方子 王立纯一看 先是按道一声好字 然后往下面一看 眉头就微微皱了起来 这个方子倒是经典的方子 专补 总之方子是好的 但这个药引子嘛 王立纯的眉头拧成了一朵麻花 想了半天才说道 可能是我学艺不经 竟然不知道这是什么药材 罗国坚非但没有半分的不高兴 反倒是非常高兴 物以稀为贵嘛 要是这药引子是普通货色 又怎么能贵重的起来呢 看来僧义没有骗自己 这药引子肯定是非常贵重 而且还非常稀少 罗国坚又晃了晃自己 戴满了金戒指的大粗手 哦是吗 想必这是什么极其稀有的药材吧 王立纯面有闪闪之色 很是尴尬 极有可能容我再仔细想想 他被县里为以重任 特地派来抓药 却竟然抓不出这副药来 岂不是辜负了县领导的信任吗 罗国坚提议道 各位领导见多识广 要不一起看看 他主要是怕大家不知道 他吃了什么贵重的药 一张药方就在白马县的众位领导中间传了一遍 大伙不懂一 但看完药方都觉得这字写的实在是漂亮 但上面所写的那些药材到底长什么样有什么用 大家就都不知道了 郑能福此时倒是想起了什么 欲言又止的说道 那个三阳石 罗国坚一把就到了郑能福的面前 郑主任知道 那个三阳石哪有卖的 多少钱一斤 郑能福就说 我随便瞎想的 可能此三阳石并非比三阳石 还是不说了吧 孔凡进一肚子火 怎么到了关键时刻都给四个掉链子呀 先是王立纯不认识这两位药材 然后你这个小郑也吞吞吐吐的 他就说 小郑啊 那你就先说说 你知道的那个三阳石吗 郑能福犹豫了一下 五月之中有座泰山 可其实在咱们荀州市 也有一个泰山 在场的一群领导竟然齐齐 啊了一声 是啊 那个三阳石可不就在泰山吗 荀州市确实有一座山 叫做泰山 当地人称之为三阳山 因为山上有三块横条状的巨石 上下垒在一起 再配合山上的景物 跟周易六十四卦里 泰卦的卦象非常相似 因为泰卦有三阳开泰之意很吉利 所以那山又被叫做三阳山 也称作泰山 至于那三块巨石 就是泰卦中的三根羊窑 大家都叫它们为三阳石 罗国尖的脸此时都绿了 那个三阳石他也见过 没有千万斤重 也有百万斤重啊 你要哪一块都是不可能的呀 再说了 也没有那么大的锅去尖它呀 就算有 你能拿走吗 少了一块 那还叫三阳山吗 还能叫泰山吗 白马县的领导们心里都这么想 嗯 果然够重 这个罗国尖 不是非要人家开贵重的药吗 这回够分量了吧 可大家心里同时也很好奇 那个攀制松范又是什么东西呢 究竟又有多贵呢 白马县人大主任是个书法迷 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就说道 这攀制松范 莫不是指宋代攀古所制的松烟墨 罗国尖就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很贵吗 能买 话没说完 就听罗国强黑着脸喝道 你给我闭嘴 他瞪了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一眼 然后拂袖而去 那松烟墨何止是贵呀 根本就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古有文房四宝 纸墨笔焰 这松烟墨就是用松木烧灰制成的墨定 攀古是一代智墨大家 他制出的墨 欲水不败 相撤击鼓 写出来的字 宠不住 风不湿 历经千年而字迹不散 乃是历代墨定中的极品 宋代以前多用松烟墨 宋代以后多用油烟墨 历代文人都喜欢收藏墨定 尤其是松烟墨 因为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妹 这种厚重芳直的风格很为大家所喜欢 但又因为墨定难以保存 到了如今市面上已经基本找不到宋代的墨了 更别提是攀古亲手制作的墨定 攀古制作的墨定是当时的皇家御用墨 极少流入民间 据说保存下来的只有两块 一块叫八松饭 经过修复重慧之后 前几年被作为国礼赠给了友邦 而另外一块叫做四松饭 听说就是由沙南省的省委书记吴宝玉收藏着 建国的人都说那块墨定古朴大器 正面刻有一颗古松 背面有红色的朱砂所写的四个大字 苍松万古 气魄非常大 吴宝玉是个极其爱莫之人 工资收入几乎全部用来收藏墨定 这在沙南省的体制内是人人皆知的事 而那块极其稀有的攀古墨定 更是吴宝玉最为喜爱的一件真品 谁就是长了十个八个胆子 也不敢去让吴书记割爱呀 你是拿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更别提是拿来去煎药了 这分明是要逼着吴书记发飙啊 嗯 果然够贵 白马县的领导们追着罗国枪后面去乡送 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呢 罗国枪不是非要让人开贵重的药吗 这个万金不换的东西可够贵了吧 只有罗国枪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站在原地忧似愣神 什么松烟墨呀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郑能福看了一眼罗国尖 神色间有些替他感到可悲 你还想买人家的车呢 结果反被人家不着痕迹的教训了一番 你还蒙在鼓里呢 这回你总算知道了吧 有些东西可不是你有钱就能买来的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